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货都是偏多操作 但今天的盘却是再度的呈现一个量缩震荡格局 这个盘式气氛压缩到这个地方 怎么做观察 先请教育总 好 这个昨天跟各位讲说 今天不管开高开低都是黑 等一下 合格仔今天没黑 你就漏气的 你还没合格仔 不是啦 合格仔 这个成交量还好没有黑 如果700多元给我收黑的话 那明天又完蛋了 好 合格仔 呼呼 神来一笔翻红五点 好 成交量就这一点点 那当然啦 这个一定会有人说 低量放空 口袋空空 不是这样子用的啦 人家是说相对低档 相对低档 低量放空 口袋空空 那些青菜的黑白档 黑白档 现在是低档的高档 现在是低档的高档啦 你跟我讲什么低量放空 不对啦 他说这个口诀喔 这个口诀你要会用用在地方啦 你不要乱用啦 好不好 乱用就不行啦 会抓去关啦 这个地方啊 是属在相对高档 这种量缩你不能解释什么 架吻量缩你不能解释这样子喔 他的量能草是在醉的喔 这个量能草在醉你不能解释什么什么什么 架吻量缩不行喔 这个量价每个人的看都都一样 你看到的东西都一样 但是解释都不同喔 那为什么会解释不同 因为在位置 他的位置有关系 这个叫做人气退炒喔 这个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 架吻量缩 你神经耶 今天没有黑色 今天黑色又有量缩 马仔跟不知道要怎么办 还好 今天是红线 然后也收涨了五点 这个最好 还好我没有讲对 他让我讲对的话喔 那今天 明天就戳了蛋喔 还好 今天收红啦 收红算我不对 我不对没关系啦 但是你不对更麻烦啦 来 所以从今天这种格局来看的话 同志们注意到这人气已经退炒了 人气在退炒 那在指数在高档的过程里面 人气退炒 第一个 我们都不要偏多偏空啦 都没啦 都没啦 比较客观的啦 在相对高档的过程里面量不见了 会怎样 第一个 你就很确认那长不动啦 对啊 没有量怎么长 第一个就是长不动啦 第二个 如果说他是处在相对高档 量在墜 那就是代表什么 量已经在整理了 那量一定比价先行啦 量一定比价先行 你懂吗 量是价的先行指标 所以他如果已经在最人气在退炒 你早晚都要 你早晚都要整理的啦 好 那因为这条下降趋势线的关系 这是第三个啦 因为这条上升趋势线 它是往上的过程 它是往上的 每天都在递增 所以你现在这个时间对多方来讲 你是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麻烦 你只能不断地往上涨 有没有 你只能不断地往上涨才有办法 像这个啊 我说真的 这电视过来真的 这一张看起来 我跟你说 这真的是在看日子了 那看台的日子了 先不管 先不要谈那个 先谈这个 所以你只要啊 这个盘只要量烧 因为你量缩嘛 你只要量增 要量增比较简单了吧 今天700多亿 明天来个800亿就变成量增了 那800亿还是回到这里的 跟这个量差不多而已 对不对 如果假设回到800亿的话 又是收黑 这个变成什么 变成量增跌破了 所以现在所有环境的一个状 所有环境是对多头是不利的 是对多头不利的 昨天外资偷拉尾盘 你有多厉害 你有什么神通广大 原来猜错了 MSCI一定要什么调高权重 猜 你再猜再赌啊 一开就回来了 有没有 一开就回来了 所以这个以后各位同学记住 这个尾盘偷拉的 你出来混的总是要反的啦 偷拉 偷拉隔天就跌回来了 偷拉 每次都让你赌对 奇怪的 你都用赌的 每次都赌对 哪那么准 好 牌哥跟你解释清楚了 老师没有黑色是要怎样的 没有黑色你不用金帝 马仔就黑了啦 而且这个黑喔 明天如果黑线出来 搞不好我们吕秀仁要出来讲话了 嘿嘿嘿 不停 来三根黑我告诉你 对啊 我副总统出来讲话都黑嘿嘿 黑一根就算了 而且最后可能这个地方真的是开始了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过因为量缩嘛 你明天随时 随时只要量多一点的话 马仔说一段七百也 还七百多亿 但是那厚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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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这个量 低量不会怎样 或者低量不会怎样 上海说低量不会怎样 这不是低量吗 相对高档量说 撲一下就去下来 那不会怎样 这个就是台风警报了啦 空袭警报了啦 那不会怎样 早来晚来而已 隔了一二三四才来 所以这个量一定是 架的先行指标啦 以后一定要先看量才看架啦 一定架 架都发生问题啦 架一定提早发生问题 那个 量一定提早发生问题 架才会发生问题啦 所以你们说什么低量放空 我认为这是一个 那个 防空警报出来 那明天就等着看 其实最近 不要说最近 已经很久了啦 好不好 已经很久了 我如果把这个游标 移到大概八千 九百点附近 大概八千九 其实就在这条线 八千九在这里 大概八千九 八千九的线在这里 其实这个盘八千九 这样晃来晃去 其实坦白讲啦 就在这个地方上下一百点 已经震荡了两个月了 有没有注意到 八千九上 九千八千八 就在这个区域已经晃了两个月了 在这两个月里面 你看到指数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涨跌的 有人喊说要嘎空也嘎了两个月了 我不知道你那个嘴巴会不会干啊 对不对 但像我也蛮渴的啦 为什么 我每天都跟你讲会跌会跌会跌 所以我也蛮渴的 我等一下喝杯水啦 就是不涨不跌 盘了两个月啦 那这两个月为什么不涨不跌 量嘛 量嘛 有没有 量嘛 好 那不涨的原因 我想很正常嘛 不涨的原因 我们很客观来讲 不涨的为什么涨不动 对 刚刚讲的量嘛 因为你这个地方已经产生背离了 你已经产生背离 所以你在涨的过程里面 量不会激增 因为没有人要进去嘛 如果你这个结构很坚勤 你在涨的过程里面量一定递增 量一定递增上去 所以你那个指数就很好拉 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拉 人家不进去 因为你结构不对 你已经产生背离 所以人家不愿意去追 有追的因子 太多例子给你看了 指数也一样 个股也一样 对不对 很多都是有一些利多出来 你去追一定完蛋 最明显的例子是联发科吧 联发科今天又出多少 看看 有五百没有 有喔 今天又收五百 收五百啦 收五百是怎么收五百 教徒啦 也是照套啦 套了多少 一万六千档 连外资都会套了跟何况 这个一定是利多嘛 这利多才会这样子追的嘛 好 那所以呢我告诉各位就是 利多你去追都挂 所以这个盘是推不动的 没有量你是推不动的 那你一定会问我说 那为什么不会跌 为什么不会跌 其实不是不会跌 是因为我们台湾的股票 表现得太好 我跟你讲真的 表现得太好 这样也不行 当然不行啊 怎么会行 其实坦白讲 这个盘早就应该挂了 那是因为它的季报 第一季的大家的财报都很好 所以你看外资后面才这样子一直买 他在买假的 厚厚厚 大家贪这么多钱 所以他一直买 那买了之后 想说应该也要卖了吧 赚到应该要卖了 哇 四月份的营收也都不错啦 所以他也舍不得卖了 所以基本面太好 技术面太差 稍微将在这个地方 这没有人跟你这样子结盘吧 真的啊 现在就是技术面很烂 技术面很差 因为就是量价背离嘛 而且你也不做补量的动作 也没办法花钱 所以技术面不好 可是基本面就很好了 所以它也不会跌 好 但是这个基本面这个东西 都是过去的呢 对不对 基本面都是反映过去的东西 你未来哪有什么基本面 你要很厉害哪一种 看基本 像台积电 可以讲要1800亿怎样 就是给你多600亿出来 一个月给你600亿出来 所以你要像人家那个 很会去预估的那一种 那投资本 你有几个人 你可以预估他产业的一个前景怎样 那假设我又要讲蓝天一点 你看那四月份 其实坦白讲 这已经开始进入淡季了 本来就是五穷六绝七上吊啦 这已经是电子股的淡季了 电子业高科技股的淡季 这已经开始了嘛 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数据那么好 所以我在猜这个会不会有集单 有集单的 可能会有集单的一样 这个应该是集单 好 这个集单你知道 这个不正正 不在我们的合约内容里面 这忽然间跑进来 这个叫集单 但是这个集单 来得快去的也集 来得快去的也集 当没有这个集单的时候 然后开始 你看到那个公布出来的财报 就开始 月增力变成负的 月增力变成负的 开始陆陆续续 就会有这种状况产生 所以基本面 这个东西要把这个盘秤在这里 我觉得是有困难度 有困难度 技术面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不利多方的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地方往下的几率 真是太高太高了 那要注意 今天这个收这个盘 真是可爱又美妙 这个盘收得太好了 长这五点 这收这五点 长得比这个庭圈还漂亮 注定了你今天是 架涨量缩 架涨量缩 注定了 明天有黑线的话 那应该视为 另一波的一个气碟了 好吧 好 更多的操作车锦 管会来去帮大家做分析 都心以我为准 中央向我看齐 机场捷运副都心站前 第一百平豪宅全新落成 新装副都心 湘林传庆 8521-8808 海外台商有请 太阳公主驾到 台湾出发五大行程 近在海外台商旅行社 请上网搜寻 海外台商 瑞碎鲜汝 用心每个细节层层把关 让你更安心 瑞碎鲜汝 香醇来自用心 台大十分钟 台大十分钟 静心在隔壁 千平基地 岗谷制阵 李天朵 大林族 新日帖 三强联手 静心文辉 大家好 我叫洪金宝 年轻时 一人宝就全家宝 工作后 业绩好到 被人家追着跑 理所当然 就成为老板的宝 没多久 就认识我人生中第一个宝 从此家人 通通都是我的宝 不管金融危机 还是金融风暴 只要有中央存保 存款就有保 300万元内 新台币 外币本金及利息 一毛钱也少不了 享受存款保险 人生多美好 让我安心 向着未来大步跑 全家人 幸福美满的依靠 中央存保 百分之百 不加砂糖 不加果糖 不加香料 不加色素 连广告效果背景 都不加 只有果泥的浓郁感 真实存在 薄米一日蔬果 濃 梦想的驱动力 Super CR-V 本月入主CR-V 分期自由选 活动实施中 欢迎回到宣险战略 大盘后续观察 进一步的分析 来请教慧正 好 那今天呢 是拉尾盘方式 让指数的收红 但是啊 今天我知道各位 有一些人开始 又开始怀抱一些希望 为什么 今天好多 小型股涨停耶 有没有 你今天看盘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无聊 今天量这么低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很无聊 但是 你又看到很多股票 何老师最近讲的 奇怪 今天很多档都涨停耶 这个是不是 行情又要发动的征兆 一定会有人这种疑问 但是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因为今天是 本来是MSCI 他要什么 调升调降 那个权重嘛 但是 他今天就有很多档股票 他把它新加入 在这个小型股的行列里面 你来看这篇报导 这篇报导啊 就是今天行情啊 其实比较 比较有看头的地方 他说 小型股这个指数中 他新增32档 然后他就列出这32档 那我用荧光笔画起来的地方 各位 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些股票 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些股票 你有没有印象 第一个是什么 创结 创结也在里面 第二个是什么 国统 国统也在里面 再来是什么 昂宝 F昂宝也在里面 F系立 台办 鼎汉 鼎汉 鼎汉也在里面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 我昨天才讲的 跌幅之王嘛 阳城 老师 这样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今天这些股票 很多党都大涨 因为他们被新加入这个 MSCR的小型股嘛 那有点激励的作用 可是我跟各位说 如果说 你因为这个新加入小型股的话 你又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有点转机啊 我跟各位说你想太多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来看一下为什么 你来看一下为什么 这一叠资料 是我前天跟各位说的嘛 我说这些中小型股 轮流做头 然后你会产生 赚指数 赔价差的状况嘛 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头是多久 官方这个OTC指数 这个头就有 长达四个月 长达四个月 那 你会觉得说 你奢望一两天涨停 然后你就化解这个四个月的头部吗 我觉得你真的想太多了 这个头部的行程是要 今年累月一段时间累积嘛 那如果说你经过这个 这个MSCI这个加持 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个 上方宝剑一样 没有这回事 我跟各位说 这结论就是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 我直接跟各位说结论 结论就是这些是什么 跌升反弹 你要记得跑啦 简单来说 就是这八个字啊 这八个字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还看 譬如说我举阳城的例子 他这个头部多大 半年的头部耶 半年的头部 你以为跌升总会反弹嘛 他总不可能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吧 跌升反弹是正常的嘛 但是如果说你要觉得 你觉得他会从这边 做个回升吗 我跟你讲不可能的 上面套了一堆人 怎么可能因为一两天的上涨 你就觉得说他要波段上涨 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所以我跟各位说 这些股票 不管是 今天涨的什么昂宝也好 今天涨的国统也好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桥顶也是今天涨停嘛 你看哪一支低于 低于30% 这段时间也来跌幅低于30% 顶翰也是接近30% 创节39% 昂宝35% 国统30% 每一档股票都至少三成跌幅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跌升反弹 反弹上去你是要买还是要卖 一定是卖不是买点 所以这些股票反弹上去之后 你要记得跑 因为他刚好这个利多给你这个机会 你要跑的时候你要记得跑 就像我举一个最好的例子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就跟各位说太阳能的例子 昨天太阳能是最强 全族群昨天最强就是太阳能嘛 你看今天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很多档直接开低 我直接就跟各位说 昨天这个情况 你弹上去要记得跑 因为我就有举 美国股市的例子给各位看 你来看这边 我跟各位说一个最新消息 Verso Verso 昨天 创近期收盘新低 不是欧巴马说太阳能不错吗 为什么First Sola昨天收盘 创近期新低 你拜托你解释一下给我听 这个可能要破底喔 这个破下去不知道破到哪边去喔 所以你看事情 不要只看一天两天的利多嘛 你不要只看表面 你一定要深入探讨 这个其中的原因 所以说这两天有可能有跌身反弹 这些中小的辛苦 有可能有跌身反弹的机会 但是重点是你要记得跑 你要记得跑 我讲话就讲到这边 希望各位一定要记得 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余老师 好 排名上进步的观赏方向 继续来期望余总 这股市有时候就这么奇怪 相对高档的地方 这种线要叫做什么名字 相对低档 这个线叫做什么名字 就不一样 相对低档比如垂直 相对低档叫垂直 相对高档叫吊仁 对不对 很多了很多了 所以这股市就奥妙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现在回到个股的身上 有些股票现在在跌 你不要在那边拍拍手 跌得好 跌得你的大头 有的是跌得很好 但有些跌下来你不要乱空 我讲真的不要乱空 有些股票在涨 你不要乱追 这不一样了 你看它股票在什么阶段 这是我已经教过各位很多次的一个 所谓的WD WD要真正突破的话 那就是要第一个要带量突破 二就是要量缩回撤 三就是等距百动 好 那我给各位示范的股票是哪一档 最近跟你讲是哪一档 就是这一档 冲到这里 要喷了 喷了你的大头了 喷 有没有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WD 有没有 好 这突破是不是带量突破 有没有 好 我把它放大了 161块就是它的颈线 它有没有带量突破 有 带量突破之后它要走什么模式 带量突破之后它要走二 亮缩回撤 亮缩回撤就回撤它的颈线附近 颈线附近 它颈线在161块 你看最近它回下了 对 有一点那么漂亮 所以要注意 如果这一档股票就在这个地方 开始盘 然后量都很整齐的萎缩 那要注意买点 那不是注意卖点 要注意买点 反过头来讲 我说当一档股票头部行程的时候 它往下跌一定是带量 它弹上来一定量缩 带量跌破 量缩回撤 等去百动 对不对 那弹要弹到哪里 你就抓颈线附近 可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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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你不用去猜 但是它一定会有这一种走势 这一种坛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我举的例子是什么 2357的华硕 有没有 华硕我们要涨上来 它景仙在哪里 景仙这样子画可不可以 大概可以吗 怎么不可以 这就是一个M头 带量跌破 有没有 量缩回撤 对 很正常 好 那你现在像这种股票在涨 你就要注意了 它已经是做这个坛的动作了 它有做这个坛的动作 它坛到哪里不重要 你要记住说 它未来可能会有这一段走势 那这一段走势如果发生的话 你就产生了风险 那于是呢 你在这个涨的过程里面 它在坛的过程里面 你就要减少你的风险 对不对 那不是这样 这都在这里说过 这不是今天企业来说 洪达电跌回来跟你讲 华硕掌上去来跟你讲 我不是那一种人 放心 哪一天哪一天讲过 哪一天讲过 要不然你不信你去调 他的那个什么 那个录影去看 我在哪一天跟你讲过 结果去查了那个录影 看了那天 他怎么都没讲 都考验投资人的一个记忆 很多人都这样子 有没有 何嘎仔 我们的公司的那个 那个 我们公司有一个网站 网站都有留我们的记录 我们留这个 是要给主管机关查的 好了 不管了 好 来 就谈上来 谈到哪里不重要 但是你这个地方就是要 避开这一段的下跌 你就要避开这个风险 跌多跌少不知道 但是就是会跌 那跌 请问这里要不要避开 对嘛 要避开嘛 好 那一样这个道理 一样这个道理 我昨天不是跟各位讲过 那个太阳很好吗 很好得不得了吗 对不对 很好啊 很好啊 这个掌停板 结果呢 庄下跌的 他们小跌 掌停板开盘 给他们开跌 见鬼了 正下跌 好 那这一档股票 算昨天里面最强的 有没有 昨天最强的 但昨天也没守住 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一档股票 因为这一档股票跟那个什么 跟塑和有关系嘛 哇 夭壮喔 哇 这个好标准喔 好漂亮喔 对不对 而且这个糕点呢 架构在量下背里 哇 这个头部跟真的是做得好 这个就是三尊头肩顶 那三尊头肩顶 理论上这里 这一根应该是怎样 这一根啊 这一根的跌破 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弹 其实也可以讲 因为这一根的跌破的过程里面 它量没有逼出来 所以造成它的反扑 那当然这一种量 都有它的一个什么 一定会有什么 短期间的什么利多嘛 所以它利多出来之后 量就激增出来 那激增出来 后面没有量推下来了 那所以这一档股票 你现在要等它什么 再度的粗量往下跌 那这个整个头型 都全部出来 它出来之后 所有太阳人 你也小心一下 好不好 好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分析提供朋友的 节目当中资料 简供参考 投资要审慎评估出风险 欲准超书胜利 我们再会 打破车谈记录 热销大好评 Toyota Autis 大气进化 奥式称霸 现在入主Altis 小三年高额零利率 现实实施中 为这片土地坚持做最好 台湾三阳在2002年率先推出全国第一台DC变频冷器 2006年带领国产洗衣机 冰箱进入DC变频时代 还做到国家一级标准 现在更首创DC直流双马达窗型冷器 做最好耗能少 台湾三阳Saint Locks 想去马来西亚的鸡母乐园玩吗 现在买瑞碎鲜乳 瑞碎鲜乳吐司 今满五点 就有机会获得马来西亚双人型 和多样好礼哦 堆积用心 鸡好礼 瑞碎鲜乳 大山一连 作息这么乱 抓起植味酸酸的 煞你喝水 千山净水 电解离子整水器 独家针对家中水质调整 分解出碱性活水 简简单单 喝出健康 最懂台湾水质 千山净水 投资房产跟着市中心重化走 温载郡 锦铃 新庄 复都心 规划由转晕 小小小小小小 UCRO